小组织是动漫第一反派天团 组织内人数不多 但个个都是精英 他们有着统一的打扮 身穿绣着红云的黑色风衣 头戴斗立 护额上有着象征叛人的一字划痕 虽然有着统一的制服 但小的成员性格各异 使用独特的人数 加入小的目的各不相同 甚至没什么团队意识 是个很特别的组合 今天就来介绍一下 加入过小组织的所有忍者 第一个迷恋 他是小组织的创立者 为了实现世界和平的伟大理想 而创造了小组织 迷恋选择依靠对话而非战争来解决矛盾 在他的带领下小组织逐渐壮大 吸收了一大批渴望和平心怀天下的人者 可见迷恋是个很有领导才能的优秀领袖 迷恋本是一名战争孤儿 在第三次忍戒大战中与小男相依为命 救下了长门后三人一起在乱世下苟活 他们的命运直至遇到木叶三人后才发生改变 自来也将三人收为弟子 传授他们生存技能与忍术 迷恋使用忍术的戏份不多 只见过他使用水炖忍术 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展示自己的嘴巴 他说服了鱼影村的派人 收获第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 组织一步步壮大 在破晓的招阳下迷恋为自己的组织取名为小 他相信小组织会像出生的招阳一样为人界带来光明 小组织渐渐拥有了与伴藏分庭抗理的实力 却引起伴藏的警局 在团葬的鼓动下伴藏决定出手脚灭小组织 他一边派人给迷恋送信一边绑架了小男 随后双方见面 伴藏在谈判时以小男的命作为筹码 迷恋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换小男的命一无反顾地撞上了长门的苦 苦贯穿了迷恋的身体 迷恋就这样白白送了性命 像伴藏与团葬这样的人怎么会遵守诺言放过小男呢 但迷恋就算知道对方不会信守诺言 他也不会做出其他选择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 迷恋离世后 长门继承了迷恋的遗志与小组织 只是他打算用另一条道路实现迷恋的理想 他将迷恋的尸体做成了佩恩天道 并一直将佩恩奉为小组织的首领 如果迷恋有意识残留的话 他一定不愿意杀害自来野老师 但也不会因此怪罪长门 因为他也能体会到长门一路走来的朋友 迷恋是一位令人惋惜的人者 他渴望为黑暗的人界带来光明 他的目标很像牵手铸剑 而且笔竹间更加纯粹 只可惜他缺少了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实力 迷恋使用过的忍术仅有一招水盾水乱搏 这招是从口中吐出小水潭冲击对手 是水盾中的基础忍术 琵琶石葬 琵琶石葬在漫画中仅出现在阿凯的回忆里 他加入小组织的相关剧情是动画组原创 琵琶石葬原本是雾影村的忍刀七人众之一 由于谁影史仓被面具难操控 雾影村陷入了巨大的混乱 忍刀七人众因此纷纷叛逃 他逃离村子后加入了小组织 想吐槽一句 小组织的幕后操纵者 与雾影村的幕后操作者是同一个人 琵琶石葬跑了一圈 还是在替代兔打工 琵琶石葬在组织中的搭档 是木叶的判人与之波佑 他见到佑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询问佑是否认识麦克白 可见当年带给他留下了多大的阴影 他对佑的态度不好 但还是尽到了一个前辈殷尽的意义 给了佑很多建议 石葬与佑在雾影村被史葬拦截 两个人配合默契 轻松清理了所有杂兵 但又不慎被史葬的珊瑚掌之术击中 全身上下无法动弹 石葬曾问过佑如果佑被抓的话 他该怎么办 佑表示不用他管 但石葬仍然打算就出佑 甚至用斩首大刀 替佑挡下了三尾的尾兽玉 斩首大刀被尾兽玉击碎 断刀插入了石葬的体内 石葬临终前 又表示自己可以 替石葬传话给他亲近的人 石葬说自己没有那样的人 他直至死亡都是孤身一人 琵琶石葬不是十足的恶人 他成为叛人是形势所迫 雾影追杀使他的生存空间 越来越小只能加入小这样的组织 进入小组之后 他也很讲义情 比起角度这种随意杀队友的男人 琵琶石葬是个值得信赖的队友 第四次人界大战时 都会图转生是再部长 而不是琵琶石葬 从这点上分析 石葬的战斗力应该不如再部长 但这也可能是 都想给再部长的一个圆梦的机会 作为上一代人高七人重的成员 琵琶石葬掌握的忍术 与再部长相似 雾影之术 用浓雾干扰敌人视线 以此达到隐蔽自己的目的 水盾水分身之术 与影分身类似 是由水凝结的分身 迪达拉 他是小组织艺术二人组的一员 追求极致的瞬间 将自己的爆炸视为艺术 他认为小组织成员的特殊人数都是艺术 因此将小组织当作一个艺术家团体 但他是艺术团体中对艺术最执着的一员 他会诈飞所有嘲笑他艺术的人 哪怕是搭档阿飞也不例外 迪达拉出身沿影村 从小就不安分经常制造爆炸事件 因此年仅九岁就被迫离开村子 败给幼后加入了小组织 曾与谢一同抓捕异武 他独自在沙影村对战我艾罗 利用我艾罗想要保护沙影村的心态 在沙子中藏了起爆黏土 最终靠着这些黏土祭拜我艾罗 迪达拉不满足于只捕捉一只尾兽 还想顺带捕获九伟人助力名人 他用我艾罗的尸体作为幼儿隐用名人追他 但他没想到卡卡西也跟着名人一同追捕他 他的胳膊被神威撕裂 如果不是卡卡西此时神威不够熟练 那迪达拉就要在此提前退场 最终迪达拉靠着黏土分身逃过一劫 这一战中迪达拉失去了自己的队友 泄离世后他的队友换成了阿飞 他与阿飞一同捕捉了三尾 由于佐助吞噬了迪达拉钉上的大蛇丸 迪达拉决定将目标改为佐助 在佐助问路时向他发动攻击 一番缠斗后 他炸掉了佐助的一只翅膀 自己也受了不少伤 由于迪达拉无法忍耐佐助对于自己艺术的嘲笑 选择用自爆与佐助同归于尽 佐助及时通灵出万蛇才躲过一劫 万蛇被迪达拉的自爆炸死 万蛇的生命力恢复力都很强 哪怕被蛤蟆文胎的短刀贯穿头颅也不会死 可见迪达拉的自爆威力有多强 迪达拉是个纯粹的风格 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世界观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艺术 哪怕是付出自己的生命 也要向世人展示自己极致的爆炸 可惜的是迪达拉没能找到一个知己 至此都没人能理解他的忍术 迪达拉的忍术主要围绕起爆黏土 下面介绍一下迪达拉的忍术 起爆黏土 迪达拉用身上的嘴巴吃掉白色黏土后 通过咀嚼将自己的查克拉混入黏土中 能将黏土制成各式引爆物 迪达拉能通过意识引导引爆物进行活动 起爆物有 C1黏土蜘蛛 C2 巨龙 C3 18号 C4 加罗罗等 不同的引爆物可以用于不同战术 雷顿查克拉能克制起爆黏土 起爆黏土被注入雷顿查克拉后 就会失去爆炸的功能 黏土分身 迪达拉用黏土做成的分身 不仅能误导敌人 还能缠住敌人的身体 如果在黏土分身中混有起爆黏土的话 可以直接引爆 迪达拉曾用这一招束缚住了左住的胳膊 自爆分身 将起爆黏土混入引分身 将分身的查克拉集中到一点将其引爆 迪达拉曾经使用这一招逃跑 在爆炸时使用土盾土龙引之术逃跑 土盾土龙引之术 土壤在查克拉的作用下变成细小的沙子 施术者可以像土龙一样在地下前进 同时能感知到地面上的情况 C灵自爆 迪达拉的究极忍术 也是他的究极艺术 用左胸上的嘴巴吃掉起爆黏土 将全身查克拉凝聚成一个黑球 身体就会慢慢变黑直至消失 查克拉凝聚成的黑球爆裂并发出光芒 炸毁范围内的所有东西 斥杀之谢 歇士艺术二人组的另一个成员 他的艺术追求与迪达拉截然相反 他认为永恒的美才是极致的艺术 他年纪轻轻就将自己改造成了傀儡 歇士最顶尖的傀儡师 与一般傀儡师不同 他不仅善于操作傀儡 还善于制作傀儡 哪怕像千代婆婆这样顶尖的傀儡师 究极大招也是左卫门留下的静松石人种 而歇的百计操演的傀儡都是自己制造 除了善于制作傀儡操纵傀儡外 他对自己的制毒术也很有信心 歇出生在沙影村 父母在第三次人界大战中战死 年幼的歇独自在家中等待父母回家 在此期间制作了父母两具傀儡陪伴自己 得知父母死讯后歇的心态日益扭曲 开始杀人并将他们制作成傀儡 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甚至盯上了三代封影 杀死三代封影后 他也秘密离开了沙影村成为小的一员 纠集风暴中还提到了歇加入小的过程 小男劝说歇加入小组织 但歇并不愿意 反而看上了小男想将他制作成傀儡 两人简单交手后 歇发现小男实力非凡 自己也正好无处可去 就顺从小男加入了小 为了追求永恒 他甚至将自己也改造成傀儡 让自己的颜值定格在十五岁那年 小组织开始收集伪兽后 他与狄达拉前往沙影村抓捕守护 由于狄达拉想要独自抓捕艾罗 歇流在沙影村外清理了守卫并不下陷阱 以此阻拦沙影村的追兵 从这点就能看出歇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此时的歇躲在傀儡飞流虎中 表现得就像一个性格急躁的大叔 他一直都躲在其中与他人接触 就连属下钥匙都都没有见过歇的真面目 小组织抽去守贺后被木叶追上 歇与小英千代对战 歇在对战中展示了自己的强大实力 他在这一战中展示了自己的傀儡艺术 由三代风影制作的人傀儡 以及赤密技百机操演 在交手中一直处于上风 不过他最终被父母两具傀儡所杀 很多人觉得这是歇放水了 但从歇此前招招致命的猛烈攻击中看 歇并不是主动想放水 而是他渴望父母的怀抱 当父母两具傀儡从两侧包裹歇时 他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歇不是输给了千代 而是输给了自己的童年 第四次人界大战中歇被都会图转生 在他与看九郎的一战中被看九郎说服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永恒艺术 明白了作为真正傀儡师的意义 以自己的意志解除会图转生 歇的忍术以傀儡术为主 下面介绍一下歇的忍术 卷轴言语五阵 人傀儡才能使用 歇用火卷轴从掌心管道中 喷出具有强大融化力的高温火焰 可以自由控制火焰大小 卷轴聚石流柱 动画原创忍术 人傀儡歇利用水卷轴 从掌心管道中喷出具有强大冲击力 腐蚀性和剧毒的水柱 能够轻易击碎岩石 沙分身 利用查克拉控制沙制造分身的人术 歇在漫画中没有用过分身 动画剧情中曾凭借杀分身骗过了贪酒脑 人傀儡制作 此术是歇的独门绝技 能将人制作成人傀儡 人傀儡能使用忍者生前的忍术 哪怕是血迹献戒也能使用 歇一共制作了298巨人傀儡 是密技百机操演 歇用自己的在生河放出查克拉线操纵人傀儡 能自由操纵上百巨人傀儡 歇曾凭借此术灭掉了一个国家 飞断 飞断是不死二人组之一 是个长生不死的画廊 他的脑子不太灵光 角度嘲笑他笨的时候都不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飞断是邪神教的信徒 早年间参与了邪神教的禁忌实验而获得了不死之身 他对邪神非常虔诚 杀人后要进行仪式以示自己对邪神的尊敬 飞断的能力非常诡异 配合上他不死之身的特性杀掉了多位强敌 出于阿斯玛班时 他自信地表示要一个人解决敌人 但录完凭借自己出色的头脑看破了他的能力 靠着影子模仿术让飞断走出了法阵 阿斯玛趁机用查克拉刀切掉了飞断的头 飞断不得已向角度求援 角度用地愿意将他的头缝了回去 两个人联手解决了阿斯玛 飞断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 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敌人 第二次遇到阿斯玛班时 露丸独自将他引走 飞断还是像过去一样拿到露丸的血 然后使用死死瓶血 他看着露丸倒下又站了起来 他用得太熟练了 从未想过有人能从这一招下活下来 飞断一步步走向露丸 也走进了露丸为他安排好的陷阱 飞断的能力确实非常诡异 可露丸早已想好了对付飞断的方法 飞断的身体随着爆炸一块块掉入陷阱中 勇士无法离开 按照《截之书》中所说 飞断长期不摄入营养的话也会死 但死亡对飞断是一种解脱 在这种情况下 长生不死才是对飞断的诅咒 飞断本身的战斗力不算强 他能击败诸多强者的原因是他那唯一的能力 如果敌人在事前知晓飞断能力的话 角度就有机会在死前多换几个搭档 飞断依靠自己的不死特性与死死平血进行战斗 下面就介绍一下这两个能力 不死之身 飞断独有的特殊能力 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伤害都不会死亡 但飞断会感受到疼痛 因此飞断是极佳的灵持对象 咒术死死平血 飞断将目标的血填入口中 走进法阵后就能将自身所受到的任何伤害返还到对手身上 由于飞断拥有不死之身 他可以通过在法阵内自杀的方式杀掉目标 角度 他是不死二人组成员的另一名 执行任务的同事还兼任小组织的财政负责人 对金钱有着超乎常人的渴望 角度原本是龙影村的精英上人 某日接到了一个极难的任务 去刺杀初代火影牵手住坚 角度还争取了 结果当然是打不过 但初代认为龙影村这样的小村庄培养一名精英忍者不容易 因此就放过了他 但他回到村子后却被村子的高层问罪 绝望的角度偷走了村里的秘书敌院里 杀掉了村子的所有高层并夺取了他们的心脏 成为判人后角度有了新的追求 他为了赚钱而成为赏金猎人 与一般忍者不同 长生不死的他没有人死了钱没花出去的繁忙 加入小组之后他很不安分 杀掉了自己的多位搭档 他曾因为队友形势拖拖拉拉 就用火盾投刻苦将队友和敌人一同击杀 直至遇上宿命中的队友拥有不死之身的飞断才安分下来 他们负责收集七围与二围 但即便是在执行收集尾兽这种核心任务的时候 角度也要抽出时间去做任务赚钱 完成自己的任务后角度带着飞断前往火之国 表面上说是要寻找九尾 实则是继续让飞断帮他赚钱 角度在火之四击杀了地路导致他被木叶盯上 刚手派出20只小队前去寻找角度 最终阿斯玛小队在幻京所找到了他们拿 阿斯玛的到来让角度欣喜不已 他仿佛看到自己的存款又能增加3500万人 阿斯玛战死后角度盯上了他的尸体 但由于佩恩要求立刻封印二围 角度只能任由木叶忍者带走尸体 封印后角度第一时间前往木叶打算拿回阿斯玛的尸体 在途中遇到了卡卡西带领的新阿斯玛 路完提前布置好战术打了角度一个措手不及 卡卡西的雷切带走了角度的一颗心脏 但角度拥有五颗心脏 一波偷袭后角度就压制了卡卡西 就在角度要夺走卡卡西的心脏之际被飞断被刺 路完利用飞断干掉了他第二颗心脏 失去两颗心脏的角度变为地院 于摩世用黑线抓住了所有敌人 此时木叶援军赶到 学会了新忍术的名人将角度作为自己的试验品 强大的S级忍术封盾螺旋手里见一击就消灭了角度的两颗心脏 名人等人离开后 卡卡西走到角度身前 面对心怀不甘的角度卡卡西给出了一个过时的评价 随后用雷切捕刀杀掉了角度最后一颗心脏 角度是忍接的活化石 积攒了大量的经验 这些经验既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劣势 他能够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做出预判 但是在面对名人这种意外性很强的忍者 使经验反而会成为角度的架手 角度战斗主要凭借地院鱼与体数 下面就介绍一下地院鱼的相关人数 秘术地院鱼 角度能用查克拉自由操控体内生出的黑线自由攻击敌人 还能缝合伤口 他曾帮助飞断将头颅缝合到身上 在封印二尾时飞断也提过角度帮助迪达拉缝合了手臂 地院鱼模式 将面巨怪融入自己的双肩 利用黑线捆绑住多个对手后 让面巨怪使用忍术进行攻击 触手拳 将缝合身体的黑线拆开 手腕与胳膊分离后 胳膊中是射出密集的黑线攻击敌人 秘术心脏夺取 操纵体内的黑线缠住对手 用手贯穿对手的胸主夺取目标的心脏与查克拉 之后将其缝合到自己体内 不仅使自己多了一颗心脏还能使用对手的查克拉 地院鱼性质面具 面具罐是角度通过夺取他人心脏而形成的 它拥有风 雷 水 火 土五种查克拉属性的面具罐 它们可以从角度本体分离出来自由活动 能够使用被夺走心脏之人生前的人术 土盾土毛 角度本体的能力 手臂硬化后拥有极强的破坏力和防御力 风盾压害 从地院于风盾面具怪口中吐出的高压风球 以漩涡状的暴风破坏周围的一切目标 雷盾尾岸 地院于雷盾面具怪口中放出雷电长枪 拥有摧毁岩石的恐怖破坏力 火盾头刻骨 地院于火盾面具怪口中吐出火海 拥有极大的攻击范围 能将攻击范围内的一切稍微灰烬 我们继续小组织成员能力的话题 下一个 甘是鬼胶 又的第二位搭档 由于体内拥有惊人的查克拉 被称为无为伟兽 鬼胶出生于雾影村 负责保护同伴 但背地里还兼职灭口任务 自相矛盾的工作使得鬼胶陷入自我怀疑中 带徒找上了处于迷茫中的鬼胶 为他描绘了无限阅读后的美好世界 他当即决定加入了小组织接替琵琶 石葬成了又的搭档 鬼胶的武器是胶机 不仅能将敌人的查克拉夺为己用 还能与鬼胶融合成为愚人 鬼胶雨又潜入木叶后 就曾用大刀交击砍上阿司马的胳膊 他还在这一战中遇到了自己宿命的对手阿凯 虽然两人的战斗很快中断 但鬼胶记下了这位木叶的苍蓝野兽 小组织抽取一尾查克拉时 鬼胶就利用向转之术制造的分身去拦截阿凯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 他对凯的印象深刻 但阿凯压根没记住他是谁 鬼胶的向转分身仅有自身30%的查克拉 但依旧压制了常规状态下的凯将气打入水底 凯开启八门盾甲后才击败向转分身 又离世后 鬼胶接受了盖土的命令前去抓捕巴王 但实则另有任务 于是他在与其拉比的交战中假死 藏身于胶机中随时准备窃取作战情报 他的潜入很完美无人能够看脱 直到名人掌握九尾的力量获得了强大感之力 才发现了潜伏中的鬼胶 他逃到了瀑布外面 却刚好碰到了前来试炼的麦克凯 这对宿命对手再度交战 阿凯开启金门使出体术绝招咒 鬼胶使用欲强更强的大胶弹术 大胶弹术能够吸收敌人忍术的查克拉增强自身 按理说是不会败的 但阿凯的咒呼是纯粹的体术 鬼胶战败被俘 山城清夜试图从他脑内探取有关小的情报 他为了保护戴土的秘密选择自杀 以生命守护了小组织的情报 就像坎说的那样 鬼胶是个纯粹的忍者 不论何时都以任务为先 哪怕身处绝境也不会求容 而是做出最有利于小的选择 是个值得所有敌人敬佩的对手 如果鬼胶没有那自相矛盾的过去 也许他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鬼胶的忍术主要以水盾为主 下面介绍几个主要忍术 水盾大胶弹之术 水盾水胶弹之术的升级版 不仅拥有更强的破坏力 还能在受到忍术攻击时 吸取敌方忍术的查克拉 水盾水牢之术 水流会形成球形的牢笼 即可作为护盾保护自己 也能禁锢目标 使用使手不能离开水牢 水盾爆水冲波 从口中吐出能够形成湖泊的水冲击敌人 水盾五石胶 用查克拉制造五只鲨鱼形水弹 撕咬水中的敌人 手掌不离开水面的情况下 水下的五只鲨鱼形水弹 就能反复再生直至将目标咬死 水盾千石胶 五石胶的强化板 能在水中召唤出无数鲨鱼撕咬目标 焦机查克拉吞噬 焦机在接触敌人的身体 武器 实体查克拉时 能够吞噬敌方的查克拉 焦机还能使用查克拉传送 将吞噬的查克拉输送给鬼胶 水牢焦五之术 鬼胶利用水盾大爆水冲波 将水固定并形成巨大的水牢 将水牢裹住自己与敌人 水牢以鬼胶为中心 会随着鬼胶的移动来移动 速度和攻击力还能像焦机一样吸收查克拉 免疫纯查克拉的忍数 鬼胶就是靠着这一招击败了奇拉比 宇智波又 宇智波又是木叶安插在小组织的卧底 负责牵制小组织并搜集小的情报 他是木叶的少年天才 11岁加入暗部 13岁成为暗部队长 优秀的履历让所有人羡慕 宇智波的反叛让优的人生走到了十字路口 在他面前村子与家族只能二选一 最终又选择站到了木叶村一边 宇智波灭族后又成为木叶的罪人 他接受带土的邀请加入了小 大蛇丸入侵木叶后 又借着抓捕九尾的民意潜入木叶 实则是为了确认弟弟的安危 三年后又将带有止水博眼的乌鸦放入了名人体内 他担心自己死后佐助会入侵木叶 他想要利用别天神改写佐助的意志 以此保护木叶 为了佐助 他拖着病毒的身体与佐助决战 又想要在这一战中替佐助解除后患 他用石拳剑杀掉了想要夺取佐助身体的大蛇丸 用天罩烧死了大蛇丸化身的白蛇 他在佐助的眼中设置了转血封印天罩来防范带动 为了让佐助开启万花铜血轮眼 他微笑着死在了佐助面前 又临终钳点了下弟弟的额头 最后一次请求弟弟原谅他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又在战斗时都显得游刃游蜜 只有病毒的身体能够限制佑的实力 又背负了无数骂名 只为让弟弟和牧业过得更好 就像绘图转身后的又所说的那样 不论村子有多么黑暗 我始终是牧业的宇智波佑 又在嫁入小时曾说过自己擅长使用火盾 铜树以及手里剑 这是又谦虚的说法 下面就介绍一下又掌握的能力 血轮眼 三大铜树之一 宇智波一族特有的血迹献剑 具有观察 复制 催眠等强大的能力 阅毒 又左眼望发同血轮眼发动的幻术 该树可将敌人的精神拉入幻术空间 又能掌握阅毒空间的仪器 甚至包括时间流速 天照 又使用右眼望发同血轮眼发动的铜树 天照之火燃进目标前不会消失 此树对施术者负担很大 使用时眼睛会流血 伊邪纳美 与伊邪纳奇成对的禁术 作用是防止伊邪纳奇被滥用 伊邪纳美可以让对手陷入无尽的轮回中 想要解开伊邪纳美 那就得接受自己的命运 这迫使伊邪纳奇的使用者无法改写自己的命运 施术者需要付出一颗眼睛作为代价 虚左能呼 寄宿于万花同血轮眼中的究极力量 攻防一体的超强忍术 随着同力的增强氛围不同的阶段 又的虚左能呼颜色是橙红色 武器为神器八指径与十全剑 魔幻加行之术 使用血轮眼将目标抓进幻术空间 施术者用幻术形成的巨型铁钉插入目标的身体 使目标无法行动 魔幻境天地转 将对手施展的幻术反弹 转血封印 血轮眼与目标对视时将术封印到目标眼中 当条件满足时 封印的术会自动发动攻击目标 火盾好火球之术 从口中向前方喷吐巨大的火球 与之波异族的基础忍术 火盾凤仙火之术 从口中连续吐出火球 四散开攻击敌人 可以将手里剑藏在火焰中 火盾凤仙花找红 凤仙火的加强版 在凤仙火的火焰中隐藏手里剑进行攻击 不论是火球的数量还是威力 都远超凤仙火之术 水炖水牙弹 操纵附近河流中的水 将其变为旋转的水枪攻击目标 鸟分身之术 把查克拉投影到数十只乌鸦的身上 将其化作分身 由于使用了乌鸦作为媒介 因此消耗财查克拉 比其他引分身之术更少 分身大爆破 制造一个乌鸦分身 分身会在接触敌人时爆炸 通灵术 乌鸦 又的通灵兽是乌鸦 又使用乌鸦作为鸟分身之术的媒介 也会利用这些乌鸦施展幻术 大蛇丸 大蛇丸离开木叶后也曾加入过小组织 不过在疾风转开始前就已经离开了小 大蛇丸在小组织期间的搭档是鸦 这两个人既相似又矛盾 两人相似之处是都追求永生 矛盾之处是两个人追求的方式截然不同 蝎是通过将自己制成傀儡达到永生目的 大蛇丸则是通过不失转生不停更换新的身体 也可能是因为同性相吃 所以蝎和大蛇丸成了死地 大蛇丸成为盼人是因为在木叶做禁忌的研究 很多木叶的忍者都遭到了大蛇丸的毒手 进入小组之后他没有改掉老毛病 依旧喜欢对自己的身边人下手 只是这次他选错了对象 他将目标定为与之波幼 在幼的强大同力威慑下 他无法做出任何有效反抗 被幼斩断了胳膊 在被幼杀死之际被钥匙都救下 这件事导致他离开小组之 同时也让大蛇丸盯上了同为与之波异毒的果 他费尽心思将佐助笼络到身边 但是他再度低估了血连眼的威力 他不仅没有吞噬佐助法被佐助反噬 直至第四次忍戒大战时 佐助利用红豆的咒印将大蛇丸复活 大蛇丸这才重获自由 大蛇丸师从忍术博士三代火影学会了大量忍术 下面介绍一下大蛇丸在火影中用过的术 风盾大突破 从口中吐出狂风 单手即可结印 人法蛇口腹 将敌人拖入大蛇的未避凌 人法翻面术 召唤大蛇吃掉敌人 前引蛇手 用藏在袖口处的竖条蛇偷袭敌人 蛇会缠绕或者捆绑目标 前引多蛇手 前引蛇手的加强版 蛇的数量变得更多 蛇群可以协同进攻能达到多重联机的效果 万蛇罗之阵 大蛇丸从口中吐出大量蛇群持续攻击敌人 大蛇流涕身术 将外部的身体作为替身 从口中吐出本身 能在不用结印的情况下避开致命攻击 咒印术 大蛇丸通过研究虫无身体开发出的咒印术 它咬住目标的脖子后 被咬中的地方会出现咒印 目标仅有10%的存活率 活下来的话能得到咒印的力量 大蛇丸还可以凭借咒印复活 此外 只要有咒印和大蛇丸活体细胞的存在 哪怕大蛇丸肉身死亡也能凭借咒印复活 咒印之毒 从袖口放出幼小的毒蛇钻进目标的身体 目标被毒蛇咬住后将失去行动与说话的能力 咒腹之印 大蛇丸伸长脖子后咬住敌人的脖子 敌人被咬中后身体会浮现出束缚身体的咒印术是病动弹不得 通灵之术三重罗生门 五重罗生门的弱化版 能够通灵出三扇罗生门的吸收一切攻击 是纠集的绝对防御之术 通灵之术绘图转生 使用前需要提取死者一定量的肉体 再将活人作为祭品以此召唤死者的灵魂附身到祭品身上 通灵万蛇 万蛇是大蛇丸的最强通灵兽 但对大蛇丸并不忠诚 作战前会向大蛇丸索要祭品 五星封印 把查克拉集中在五根手指上 用雷 风 水 火 吐来封印目标的封印术 施鬼封禁解 得到死神面具后使自己具象化为死神 然后割开死神的肚子 被封印者的灵魂便会解放 封印就此解开 此术需要以自身肉体作为祭品 大蛇丸通过使用故事转生规避了这此术的代价 手里剑引分身之术 向前方甩出一个手里剑 然后用此术分身出术成千上万枚手里剑进行连续攻击 耐落剑之术 是一种能够让对手看到心中恐惧的场面的幻术 大蛇丸曾在中人考试时对佐助小鹰时 消血炎之术 夺走其他人的脸贴在自己的脸上 毫无破绽的异容术 大蛇丸曾用此术夺走了草银忍者的脸参加中人考试 不是转生 将意识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体中 能让施术者实现永生 八气之术 大蛇丸的最强攻击性人术 能让他变成拥有八个头与尾巴巨大白蛇 小南 小南是小组织中少有的女性 也是小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小南与弥艳长门在乱世中苟且偷生 直至遇到自来也学会了人术 他们打算用自己的力量实现世界和平 小南将弥艳视为和平的桥梁 将自己视作支撑桥梁的支柱 他们一同为了实现理想而努力 直至他们被伴藏设计埋伏 小南的侨他了 弥艳的死改变了小南和长门 小南也不再认为对话能够获得和平 决心通过强大的武力支配世界 以此实现真正的和平 长门杀掉了伴藏成为雨影村的支配者后 村民们将小南视为天使大人 他让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 村民们是发自真心地敬重他 自来也潜入雨影村时被长门用雨虎自在之树发现 小南前去劝说自来也离开雨影村 他内心里不愿意杀死恩师自来也 但他更不会背叛三人的理想 最终自来也死在了雨影村 佩恩入侵木叶时名人找到长门的位置 小南与长门被名人的嘴顿击败 长门选择用轮回天生之树复活木叶的遇难者 小南则用纸包裹住长门与弥艳的尸体准备回到雨影村 临行前小南送了一束纸花给名人 这束纸花寄托了小南对名人以及对人界的期望 之后面具男找上小南索要长门的轮回眼 为了保护长门的遗体 小南特意为带徒准备了6000亿张起暴符 这些起暴符能够连续爆炸10分钟 他知道带徒的虚化能力只能维持5分钟左右 这些起暴符足够炸死带徒 就当他以为带徒被炸死之时 他被带徒从身后偷袭打成重伤 带徒以一只血轮眼为代价发动衣鞋耐气 改写了自己被炸死的事实 带徒从小南身上得到了长门尸体的信息后杀掉了他 与尹村的纸天使陨落后 村子放晴了 小南是笑着离开世界的 他将自己与长门迷艳的理想托付给了名人 他相信名人一定能完成他的梦想 小南的忍术与纸有关 原作中仅出现四种 是纸之物 小南能将自己的身体变为无数纸状的纸片 纸片可以自由地移动和变形 纸分身 纸分身与一般分身术类似 但可以将自己分解然后在其他地方组合 就像阔鱼一样 执手离剑 将查克拉注入纸片后 可以使纸片变硬化并使其更加锋利 能代替手里剑之投掷出去 神之执者之术 能够将纸片变化成任何物体 小南曾用此数将6000亿张起爆腐尾装成大案 骗过了拥有血轮眼的代表 我们继续说小组织成员的能力 下一个长门 长门也是小组织的创立者 是轮回眼的拥有者 他在与伴藏的一战中丧失了行动能力 因此用轮回眼的能力创造了佩恩六道 用黑棒控制他们的行动 其实长门也是个苦命人 他作为小组织的创立者之一 曾经一步步接近自己的梦想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迷燕死在自己的外面 看着自己的梦想破灭 此后长门打算以另一条道路实现迷燕的遗旨 他听从戴土的建议收集尾兽 用外道魔像抽取所有尾兽的查克拉 准备制造尾兽兵器 为此他杀掉了山椒鱼半葬控制了鱼影村 他摧毁了一切阻拦他前进的人 哪怕那个人是他的恩师自来也 之后长门又操纵佩恩六道前往木叶抓捕九尾 然而学完现任模式的明人将佩恩六道逐一击破 并通过黑棒感知到了长门的位置 明人在得知长门的遭遇后 拿出了自来也写的第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主角的原型正是长门 最终长门被明人说服 用轮回天生之术复活了佩恩入侵木叶后所有死亡的人 将自己的意志托付给明人 下面就介绍一下长门的能力 通灵外道魔像 轮回眼的能力之一 单手拍地就能召唤出外道魔像 外道轮回天生之术 召唤出预言望 预言望张开大口吐出无数死者的灵魂 将灵魂归还于死者并将其复活 此术需要以生命为代价 然后是佩恩六道的能力 天道 万象天影 轮回眼的能力 以自己为中心 将指定目标吸引到自己身边 神罗天真 以自己为中心 弹开周围的一切物体和忍树 并对其造成伤害 地暴天心 轮回眼持有者将查克拉高度浓缩成黑色球体 黑球漂浮至空中大范围 吸引周围的一切人户 通过吸附的岩石制造出一个巨型岩石球体困住 并免罪目标 鱼虎自在之术 将自己的查克拉注入雨中 发动时每滴雨水都与佩恩的感知相连 坏人的查克拉会遮蔽雨水 从而被佩恩发起 向转之术 佩恩将小组织的成员的查克拉分到活人祭品身上制造出复制品 祭品将会耗尽查克拉而亡 幻灯深之术 小组织成员将查克拉转换成思念波放出 佩恩接受思念波后将其增幅 以以幻象的形式显现在指定地理 幻象的行为与本体并不一致 封印术 幻龙九封镜 需要多名小级别的人者联手使用 以所有人的意识启动外道魔像 利用魔像口中吐出的吸引查克拉抽取尾兽查克拉并将其封印 净面洗者之术 布置在五风结界中的陷阱 有人撕掉符咒时 此术会复制出一个与目标实力相貌完全相同的复制品 并对目标展开攻击 畜生道 通灵术 能通灵地狱卷 八只鸟 变色龙等通灵兽 增幅通灵之术 畜生道的特殊忍术 能赋予自己的通灵兽无限增值条件 例如地狱犬会在遭受攻击时无限增值 恶鬼道 查克拉吞食 直接接触对方身体 将对方的查克拉强行吸入自己体内 风术吸引 使用风印吸收形成护盾吸收对方的忍术 人间道 抽取灵魂 用手按住目标并抽取目标灵魂 抽取速度受到目标查克拉量影响 目标灵魂被抽出后会马上死亡 读取记忆 用手按住对方头部来读取他人的记忆 其记忆能够共享于本体及其他配人 地狱道 通灵御阎王 召唤出御阎王 御阎王能使用阎王判决判断目标是否说话 也能使用阎王轮回复生 通过咀嚼的方式复活其他配人 修罗道 怪望火箭 轮回眼的能力之一 改造自己的肉体后将腕部作为武器发射出去 使用后可以将腕部装回身体 五指飞弹 将手腕与手臂分开 从手臂切口处拿出导弹瞄准目标后发射 锯齿突袭 冲向对手时从衣袖中伸出多只锯齿贯穿对手 下一个语制波戴土 戴土是小组织的幕后操纵者 迷焰死后 长门在戴土的影响下建立了二代小组织 并暗中成为小组织的掌控者 宇制波戴土原本是水门班的成员 曾经与名人一样想要成为活影 他在神无皮桥之战中被巨石压碎了半边身体 弥留之际将自己的血轮眼作为礼物送给塔塔西 但将死的戴土恰巧被宇制波搬救了回去 并将戴土培养成自己的工具人 为了达成目的 让他亲眼看到了塔塔西杀死的另一面 见到只有杀死自己心爱的女孩 戴土对这个忍戒感到绝望 答应帮班实现月之眼计划 戴土为了实现月之眼计划做了很多恶事 控制九尾毁灭木叶导致了恩师水门的离世 控制使仓制造血雾之箱 与兜联手发动了第四次忍戒大战 大战中戴土得到了九只尾兽的查克拉 化身成十尾人助力 但如此强大的戴土没能抵过名人的嘴巴 他在名人身上看到了六年的自己 想以轮回天生之树复活自己杀掉的所有人 只是黑爵没有给戴土这个计划 他夺走戴土身体的使用权复活了半 虚弱的戴土站到了名人一边 想要为忍戒做出最后一点贡献 为了不让班夺走自己的轮回眼 戴土想要让小鹰杀掉自己 但班的速度太快 在小鹰做出反应前就夺走了戴土的眼睛 最终 戴土替名人佐助挡住了灰叶的共杀灰骨而死 在另一个事件里 他终于与野园林重逢 戴土是个孤独的人 自从变身面具男后 戴土就再也没有朋友 小组织中唯一信任戴土的人是干世鬼娇 好在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幡然毁度 他重新收获了自有的友情 他拥有了名人这个新朋友 只可惜这段时光实在是太过短暂 与直播戴土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力量 下面就看看戴土有哪些能力 神威 神威是戴土望发同血人眼独有的能力 左右眼能力不同 左眼神威可以远距离将目标短断送入一空间 传送的物体大小由施数者的查克拉亮决定 右眼神威既可以让自身从现实空间和一空间之间来回转 将敌人吸入一空间 还可以使自身虚化躲避敌人的攻击 虚化可以维持五分钟的时间 神威手里剑 在虚左能乎所投掷的手里剑中注入神威的力量 手里剑变为万花筒血轮眼的形状 并将射中的目标吞噬进一空间之中 火盾好火球之术 从口中向前方喷吐巨大的火球 与直播一族的基础忍术 火盾暴风乱舞 万花筒血轮眼与火盾忍术的结合 先利用神威扭曲周围的空间引发漩涡状的风 再从口中吐出旋转火石 两者结合形成巨大的旋转火焰 与直播火炎阵 将指尖的细微查克拉转化成炽热的火焰 注入大地形成攻防一体的火焰结结 屏障不仅能用于防御 还能将进攻者烧伤 解围反命 让尾兽强制脱离人助力的人术 带土曾用此数解除了九尾的封印 目盾千叉之术 手臂处生长出木质长刺 接触或插进目标身体后会在其体内继续生长 长出的尖锐树枝将目标身体贯穿 目盾地狱之乱 目盾制造树科长满巨刺的大树 盘旋生长的过程中卷入敌人并将其绞杀 原作中没有出现此数的名字 这个名字出自游戏火影忍者究极风暴 六道石尾就印 使用时能将全部尾兽力量吸入体内 从而成为石尾人助力 石自凤火 成为石尾人助力后 背上长出的五个自然的灵片 灵片拥有使物品崩坏的力量 可以将燃烧的火焰赋于 由球盗域变化的物品上进行攻击 带土用此树轻松破解了四尺阳阵 阴阳盾 这是以阴阳盾为基础的树 能够将所有忍树无效 但无法化解鲜水 此树是绘土转生的克星 六尺阳阵 施树者从手心向四周的角落发射 六根附带红色火焰的黑棒 六根黑棒形成了一个红色透明火焰的六龙柱结界 范围远大于四尺阳阵 阵之树将其誉为超越四尺阳阵的最强结界 球盗域 由阴阳五行七种属性查克拉形成的黑色球体 可以将大部分忍树无效化 还有强大的破坏力 能变为施树者想要的任何形态 例如黑棍或者法杖等武器 外道轮回天生之树 施树者需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复活死者 带土曾经被迫复活过与之波斑 佐柱 佐柱曾短暂加入过小组织 执行过抓捕八尾的任务 又离世后 佐柱从带土处得知了当年与之波灭族的真相 他决定走上与哥哥不同的道路 当时小组织的成员越来越少 带土选中了佐柱 他爹佐柱划了个大名 许诺日后将给殷小队一只尾兽 在尾兽的诱惑下佐柱答应加入小组织 与几位下属一同穿上了小组织的制服 殷小的身份前去抓捕八尾 佐柱在此战中吃了不少粉 如果不是有殷小队的其他三人就挂 此战佐柱就挂了 最终佐柱使用了万花筒血文眼的能力天照和家具桶 然而也只是带走了八尾的一条尾巴 此后佐柱很快就脱离了小组织 在知晓有关团葬的情报后将目标改为了团葬 佐柱的小组织经历非常短暂 此时的小组织简缘严重名吞失亡 小与佐柱的联合也只是利益的联合 佐柱联小收集尾兽的目的都不清楚 佐柱作为火影的第二男主 使用过的忍术数不胜数 我们一一看一下 天照 佐柱左眼万花筒血轮眼发动的童术 天照之火燃进目标前不会消失 此数对施术者负担很大 使用时眼睛会流血 炎盾加剧图命 佐柱右眼万花筒发动的童术 释放出能够变为任何形态的黑色火焰 黑炎同时具备攻击与防御两种功能 能附着在虚左能呼的补架上进行防御 炎盾炎雷神 动画原创忍术 黑色闪电中的火焰 佐柱在最终一战中 用此数消灭了名人的三个影分身 虚左能呼 寄宿于万花筒血轮眼中的究极力 攻防一体的超强忍术 随着同力的增强分为不同的阶段 佐柱的虚左能呼为紫色 武器为弓箭 射出的剑能变化为飞焰 巨大的弓身可以当作盾牌使用 成长为完全体后武器变成双剑 第四次忍戒大战中 虚左能呼吸收适应宠无的咒印后 其他伟兽查克拉将其化为巨大的弓箭射出 产生天灾级的风暴和雷电 威力与名人的六道超大欲螺旋手里间互相上下 是佐柱的最强忍术 天守力 佐柱轮回眼的特有能力 能将自己的位置与自己眼睛看到的弓箭互换 以此躲避敌人的攻击或接近敌人 地暴天星 佐柱的地暴天星与其他轮回眼不同 无需提前制造黑球 能直接将被封印的目标作为核心进行封印 查克拉吞食 和六道配温一样接触对方身体时就能吸收对方的查克拉 火盾好火球之术 从口中向前方喷吐巨大的火球 与之波异族的基础忍术 火盾凤千火之术 从口中连续吐出火球 刺散开攻击敌人 可以将手里剑藏在火焰中 火盾龙火之术 使用直线型的高速火焰攻击敌人 火盾好龙火之术 从口中吐出一条巨大的火龙攻击敌人 雷盾千鸟 施术者将雷盾查克拉集中在掌心形成的高强度电流 配合突刺的速度刺穿目标 电流声仿佛上千只鸟一起名叫异常刺 因此得名千鸟 雷盾千鸟刃 通过向刀刃中注入雷属性查克拉来增强武器的攻击力 能够让被击中的敌人陷入麻痹状态 雷盾千鸟刘 全身释放大范围的雷电 同时攻击特定范围内的所有人 在多个敌人同时攻击的情况下 此数也可以变为防御手段 雷盾千鸟锐枪 将千鸟变化为长枪的形状进行中距离攻击 牺牲了威力的同时获得了较远的射程 雷盾麒麟 使用火盾嚎龙火之术 让周围的空气温度急剧上升产生雷鱼 利用千鸟引导雷电 并将雷电变为麒麟形状攻击目标 这之书称此数为雷盾的极致 狮子连弹 在小李体术基础上改进的体术 利用在空中连击产生的助力 在下坠时利用重力使得对手剧烈撞击地面 解邪法印 将封邪法印逆向施展 解除红豆身上的咒印复活大蛇丸 天之咒印状态一 使用者在咒印发动时获得强大的力量 状态一时全身布满黑色的英文使用时间越长 对使用者本身的伤害越大 天之咒印状态二 咒印状态强化 肤色变暗脸部中间出现十字印记 查克拉急速增强 背后长出手撞的翅膀 不仅能够飞行还能用来攻击或者防御 通灵蛇逆咒服 从袖口中召唤两条大蛇缠住对方 在预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无需使用血作为媒介结印就能施展 通灵雷光剑化 触碰一下手臂上的雷光剑化就可以召唤忍拒 能在短时间内完成通灵忍拒到投出忍拒的全过程 通灵万蛇 来自龙地洞的大蛇丸的最强通灵兽 佐助吞噬大蛇丸后继承了万蛇 自爆炸死 通灵加尔达 佐助的通灵兽加尔达 它是佐助在去除天之咒应后得到的忍命 能让佐助失去咒应后依旧保持飞行能力 通灵青蛇 第四次忍戒大战时 星三人使用通灵术时佐助的通灵兽 来自龙地洞蛇族 因为过去曾被佐助所就因此效忠佐助 六道地暴天星 地暴天星的强化感 佐助的阴之力和明人的阳之力合力施展此数 造出第二个月亮封印了灰烟